大家好,又是我胡啟錦,一個小小小的KOL 早期在報章、論壇社開文,明報、蘋果日報等等 你可以在Google搜尋柏洋大學找到我的文章 現在又趁著流水革命開一張頻道 希望可以傳播自己的信念,為香港人加油 你聽完就會覺得很開心,之後就會自動訂閱我的頻道 接下來有個KOL劉細良說關於區議會和胡蘇珍的事情 著名的KOL劉細良,星期一就在他的節目《三不管》放話 如果當初不是左膠捧梁振英六八九和林鄭月娥七七七 香港的形勢就不會這麼惡劣,抗爭運動就可以有更好的補充 那我就不敢說自己有什麼色見的 但我覺得劉細良這番的言論其實是重突泛民主派三十多年來的錯誤路線 因此又出現錯誤的分析和結論 泛民主派三十多年來的路四就是不相信群眾有自發團結爭取民主運動的本錢 覺得自己很偉大,很天眾英明,要靠泛民的領導自身 以權術和北京當權者交涉就可以為香港爭取民主 當年一些托帕、先驅社、劉宇凡的人就反對這種主張 認為提出應該藉著廣泛的民主討論來提升香港人的民主質素 以和北京當權者抗衡 不過老泛民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勢 不惜多年來多迫害這些真正的民主派 結果現在又有不少的愚民就缺乏民主意識 因為寶獲黨的蛇丹餅總小恩小貝而背叛泛民 令泛民此而不及真是歷史的懲罰 連歸政治院立法 劉細良所謂的英年、薯片近好論 評擊阻交友擁護梁振英689和林鄭月娥777之間 令到形勢大幅惡劣 分析我覺得略嫌粗疏有值得相確的地方 第一 不知道有多少個信奉民主的阻交 支持梁振英689和林鄭月娥777 河俠喜華那些就不算 那些已經是梁粉還是林鄭粉 是反民主的 希望劉細良可以指名道姓指出哪些民主阻交 第二 劉細良認為可以藉著在法民在選委會 不過半日議席就可以進行權食的鬥爭 連結商界推翻梁振英689和林鄭月娥777 實在有點兒笑大方 民主 北京當團者呢 當時牢牢控制700多席選舉委員會議席 當時商界在2021年和2027年的時候 根本是反民主 認定普選就會威脅他們在香港爭取利益 不可以肆意地手掛 剝削民之民高 只要北京當團者那時候 向商界手肯能夠 繼續讓他們在香港 手掛民之民高 商界一定會效忠北京投票支持北京陰典的人 對港路線要強硬還是溫和 根本牢牢掌握在北京手中 以為可以憑當時華民手中小許的選委會議席 就可以左右北京對港的政策和路線 根本是同話故事 現在的形勢 惡劣就不是因為左膠支持梁振英 六八九和林夕七七七的原故 左膠都沒有這樣的通天本領 撐口的意識是 北京根本決心離硬 就算當時支持唐英年或者曾淨華 都不會改變北京對香港的強硬路線 就算僥倖由唐英年或者曾淨華到特首 他們貼到北京的勝旨或者死命令難過活抗命不得肯 或者他們的樣子大忠若間 公關和包裝做得更好 送中條例現在就在萬民歡呼呼下通過了 因此之後香港民主運動的方針 我固然認為要爭奪區議會選舉 盡量贏得更多區議會議席 理由就不是因為癡心妄想以為 在區議會選舉大勝就可以在選委會增加議席 因此法文更加有本錢在特首選舉 和北京當權者討價還價實際上機會都不大 法文三十多年以為用權貿術數 成功爭取到商界支持 就能有強大壓力使北京讓步 忽略民主界隆已經證明是一個笑話 失敗的例子 只要北京下令商界就會歸變 正如馬克思一句老話說 你要買吊死資本家 調醒資本家一約會賣給你 就算商界恐懼北京 只要北京給商界一些甜頭 他們就會為了短離而效忠北京 而李嘉誠已經在設資中 身為資本家的他未必會關心 香港人有沒有民主 真正的希望在廣大的普羅民眾 香港民眾每天都受到北京和特區政府的政治 藉由民主運動和普選來解決 又因為泛民多年來最深回體曝光 議會名利近期就好一點 少在地區深加社區 民主將民主和民生的議題連結 就令到保皇黨可以欺騙盜命 欺騙民族仇恥民主運動 但這次有好機會 普遍民眾都對政府反感 也有八成人反感 真正的民主派在區議會大勝 然後有資源